又来了一个大资本 TikTok出现了一种新的可能 美国人说我要卖你的TikTok 中国人说你先也不要想 资本说别呀干嘛呢 都是买卖都是买卖 我给你一个方式咱谈谈 就在今天又一个超级富豪站出来了 说我要买TikTok 这是继三月份美国前财长明确说 要买之后又一个站出来的资本 这一位的来头也不小 苏林你是不是又在胡扯了 不就是一个房地产商吗 而且再说了地产商在美国没那么有钱 不像咱这里 得打住啊 您别只看他只是卖房子的 说个小知识 美国呢有一个大学叫乔治城大学 在华盛顿 文科呢这个学校呢特别牛 美国的前几位 特别是他们有一个公共政策学院 号称全球第一 啥是公共政策呀 哎呀妈呀 公务员 公务员 而这个公共政策学院呢 名字呢就叫做麦考特学院 没错 就是这次要买TikTok的房地产商麦考特 老哥呢在十一年前给学校捐了一亿美金 然后这个学校就以他的名字去命名这个学院了 嗯好吧 这个时候我又想笑了哈 同样是房地产商中国原来有一个特别有钱的 对吧 往美国的学校里面也捐了好多好多钱 啊应该也不会少于一个亿吧 也没捞着个啥学院的命名哈 对吧 大家知道我说的是谁是吧 这个学院呢 反正总统呢就出了好几个啊 政治名人呢也就更多 说几个现在正在台上的 比如这位叫杰弗里斯 现在是美国参议院民主党的领袖 接的是洛佩西的版 还有什么哥伦比亚前总统杜克 什么哥斯达里加女总统劳拉 是不是有点奇怪啊 为啥美洲那么多的总统都是在美国毕业的呢 你品细品啊 什么叫做美国人的后花园 就这么牛的一个学院 以麦考特的名字命名 真的只是因为他捐了一个亿呢 是不是 感觉到了这个哥们不简单了吧 这个哥们呢 前几年还出钱成立了一个NGO组织 非盈利组织 叫做自由计划 这个计划呢 就是要搞互联网世界的去中心化 到底去谁的中心呢 而且还是一个非盈利组织 简单的说 这哥们并不是说表面上看的一个地产商 而是一个和政治团体联系极其紧密的富豪 而且这次呢 他提出收购TikTok 还拉上了另外一个标准的犹太资本 古根海姆投行 古老的犹太家族 古根海姆 我在讲杨子琼拿到美国自由新砖的那个视频里边 扒过一次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 可以说是全球排名第二的犹太家族了 不过话说 你要买TikTok 你是唠不开犹太资本的 哪天呢 给大家扒一扒TikTok背后的资本 大家就明白了 咱继续啊 说了不卖 我就算废了这个APP也不卖 现在这些条纵都快喊出来这句话了 别啊 兄弟你原来不卖 咱换个方案考虑下呗 这次麦考特说 我对你们的核心技术 也就是算法 没有任何的兴趣 说白了就好像 我买了一个老字号的拉面馆 你现在不用我的拉面的技术 我现在可以哈 不 等会儿 不等会儿 老哥你倒是听懂 一下子就找到了这笔买卖的关键点 多说一句哈 就前几年咱们三无部 也就是2020年的时候 商务部发了一个修订的 禁止出口限制技术目录 里面明确的增加了这么一条 就是关于算法的 在这里有一说一啊 咱可不是因为TikTok事件之后才去改的 2020年TikTok还没有真正的活起来好吗 更不存在所谓要被逼出售这档子事了 只能说在推荐算法这个技术方面 中国就是遥遥立线 那现在麦考特说了 我不要你的技术我只要你的用户和数据 而且我还要把这些数据迁移到我自己的平台上去 解释一下 这意思比较明确了啊 就是好 未来如果你卖给我了 可能我会继续用TikTok的这个品牌哈 但肯定也不是长久去用 但是数据呢不放在你们的服务器上 而且核心算法也不用你们的 用户其实本质上是在用一个新的APP 那换个角度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呢 好 字节转身又在美国推出一个APP 然后用同样的一群员工一样的推广 一样的算法逻辑 只是名字改改 有意思的地方出现了啊 如果新的TikTok过个一年两年 在美国又做起来了 把老的TikTok干得破产了 你说这个算不算杂片 不算吗 是你们非要买的 对吧 而且还明确的说了 不要算法的 你还真别不信 只要给字节两年时间 一定给他们打得找地满牙 能留一颗牙就算他们赢 卤牙都不可能留下 你信不信啊 你看Meta和谷歌这两个号称顶级科技公司 这几年在短视频上花了多少钱 多少人多少心事 在TikTok面前啥都不是 好吧 这不会是最后一个想要买TikTok的富豪 越多的人想要就越有条件可以谈 人论的世界哪有什么对错 只有利益对吧 何况国与国之间呢 守住底线谈嘛 大家发现没有 TikTok的争夺战 有点像当年的靠门元朝 只有给他们打得服服的 很多东西才很好谈 又是第一时间给大家翻译了这么多的新闻 这不得用你们发财的小手点点赞嘛 这场赞肯定还有更精彩的东西出来 点点关注 我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发视频